《 》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 九片語大片 今天請來很久沒見的 嚴相文 嘍 頭髮多了 哈哈 我的頭髮少了 是否上來談話的 今天我們會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手法 去介紹一部電影 是否用一些輕鬆的手法 講一些嚴肅的題目 因為近來由10月中開始 一直有佔領華爾街的一個 全球性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現在有牽連全世界 現在香港也有佔領中環的一個活動 現在進行會有些人聚集 在中環的哪一座大廈 不是大廈嗎 匯豐是南韓大廈 匯豐總部的地下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拆開來講 那裡其實是一個公共空間 是一個公共空間 平時菲律賓人 是他放假的時候都活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議題 最值得講的地方就是 這個整個全球性的抗爭運動 它那個題目到現在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主旨 大家的口號就是反資本主義 究竟是反資本主義什麼呢 是反資本主義的過度發展 反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 越來越厲害還是什麼呢 所以或者趁我們現在 在講全球化 一些大型企業的壟斷的時候 就介紹一些有關 這個方便的東西的紀錄片 就是這套03年的 大家可以當成全球化預警下的入門 入門 就是看清楚究竟世界發生什麼事 是 這套東西都幾長矛 應該是兩個小時 30分鐘左右 其實香港比較有趣 香港的國際電影節曾經上映過的版本 是165分鐘的 是最長的 不是 是最長的 就是香港有相對的自由 沒有冒犯一些企業 這套戲呢 在一套紀錄片 但它很好看的地方 就是在於 它將一個大型企業 以人化 跟著用病理學的角度 心理分析它 我們一直在講紀錄片 就經常覺得它的論述是先於形式的 就是它有自己的立場 再透過很多訪問去形成一種 Discourse的論述來表達的 但這套戲呢 我覺得它都幾著重形式這件事 就是譬如它有很多不同的插入畫面 是來自一些舊電影 有很多 尤其龐術的女人的聲音 是好像Matrix裡面的女人 電腦的聲音 給你一種 它當這個企業是一個人 但這個人是一個很僵化的形象 你怎樣看這套戲呢 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它一開始是用了一個 最主要是想了解整個美國企業 為何會發展到今天整個歷史 我覺得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種歷史性 它將由開始的某些關於企業局部的概念 怎樣根據一些經驗性的事件 慢慢去改變和發展出來 除此之外 也找了不同的人去講解當中的個別案例 但是我覺得它可能沒有那麼清晰地講解整個確實的事情 因為我看它似乎都是很片面地講解某些個別情況 但是它又好像沒有說到個別情況和美國的社會的經濟結構 究竟產生了什麼問題 這個會不會可能是因為 太外話就是我只看了一半 這個當然有關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extra 訪問一些在美國都是舉足輕重的學者 經濟學家 其中一個其實有在紀錄片裏面出現 就是費特文 那個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 它有講過究竟美國為何會令到現在的企業可以肆虐得那麼厲害 它就說其實最大的錯誤可能不是企業本身 它首先有兩個指控 第一個指控就是說 其實最大的錯誤可能是來自政府的管理有問題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廢的論點 另外一件事它就說企業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是人 它這個說法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那之後呢它怎樣說 但是你又要想回就是我們看這套戲 它當了企業是人 它說這個人的行為是怎樣 這個人的貪念是很無窮無盡的 它會將所有東西私有化 包括在這套戲裡看到的最恐怖的就是 它們連一些動物的DNA 一些癌細胞的DNA都私有化 即是說當你他日要研究某一種疾病 或者要為一種疾病配一種藥的時候 你是要付錢這些企業公司 給他們買他們專利權去生產這些藥 即是說再這樣推斷下去 就是原來人命跟這些企業都是很有關係 這是其中一點 有另一件事就是這些企業是令到我們沒有任何選擇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企業應該是有很多東西給你選擇 譬如像香港那樣說 超級市場有白階 衛康有Taste那些給你選擇 Taste其實都是白階 是嗎 不是吧 不要說笑 Taste都是白階 那應該是有多些選擇 是的 那或者在這裏我又可以說 這套戲裏面訪問其中一個很漂亮的女學者 叫做Naomi Clan 這個女生 等一等 真的要等一等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她的專用是怎樣 咦在哪裏 可能大家看不到 但如果你們去看剛才我們介紹的紀錄片 你也有她的樣子 是一個很清秀很純潔的女生 你看得出 但她同時也是一個很銳字的女生 她寫了一本書是嗎 是叫No Logo 就是獨棄這些所有品牌的東西 就是這一本書 這個是十周年紀念版 其實在No Logo裏面提出了三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就是大型企業令到我們沒有空間 第二就是大型企業令到我們沒有選擇 第三就是大型企業令到我們沒有工作 沒有空間是什麼呢 沒有空間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些大型企業 它要不斷銷售的不是貨品 其實大型企業一直在銷售 是一些概念 為什麼是概念呢 它就是說 當我們沒有這個運輸工具 譬如蒸汽火車頭這些東西的時候 人類的工作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像專業的東西 麵包師傅做麵包 農夫種菜 我們就直接向農夫買菜 向麵包師傅買麵包 但是當資本主義有了工業發展 之後出現了一些大型連鎖店 好像Wallmart這些東西 或者超市的東西 他們就令到我們對這些貨品 產生了一種不信任 因為我們不是再直接在 我們 譬如我們不會 買麵包 我們不會直接去那個做麵包 整麵包的人那裏買 買菜又不會去那個人那裏買 而是直接在這些地方選擇 即是變成一個中大人 是的 但是不會這樣方便些 但是這樣我們 究竟為什麼覺得這些菜是好呢 這一個就是需要 它就說要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形象 給到一間公司 譬如超市 令到大家 重索一種對它的信任 譬如什麼呢 譬如就是 一間大型的飛機公司 叫Virgin 即那個老闆叫Richard Branson Richard Branson 他就經常說自己在飛機 同一空姐搞事 搞過很多次 他在推銷的就是 你搭飛機的時候 你是一個冒險家 你是一種冒險家的精神 所以這個Richard這傢伙 他就經常坐著輕氣球環遊世界 他就是想推銷這個Richard 推銷這個形象 但其實這個很個人化 冒險家的形象 是連帶去了他賣的CD 即Virgin同社 有開CD譜 這是全部的形象 有些大品牌 有個Tick那些 那些就是怎樣 那些就是你穿哪一雙鞋 你就是某一種運動員的個性 你穿這雙球鞋 就好像Tiger Woods 打高爾夫或者去滾那樣 那麼多鋁 你穿這雙Jordan 1 就好像米高佐敦那樣 可以在罰球線起跳入盡 這全部都要販賣概念 大於產品這樣 這樣做法就是 令到每一個空間 那些大公司 都是想擺他產品的東西在那裡 例如什麼呢 例如我想賣耳機的 那我就贊助歌手 去帶我的耳機 我想賣車的 那我有贊助某一個名人 去用我的車 那如果這樣搞法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空間 只剩下來 因為你身邊的每一樣東西 到最後都是被某一個品牌霸佔了 這個是其中的論述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你沒有了選擇 為什麼你沒有了選擇呢 就是當這些公司 拿了我們 佔據了我們的思想之後 我們怎樣選擇呢 你剛才說過 有很多品牌的 不一定只有一種 但是其實大公司 都會吃一些小公司的 是會收購他們的 是會收購他們的 而其中一個收購的東西 不是直接收購你公司的產品 而是你公司的產品 要配合我們大機構的形象 譬如在Naomi Clan本書裡面 就是Wallmark 它是什麼鬼都賣的 它是由掃把 賣到毛巾 賣到浴室用品 出口去廚房到廳 到你消閒娛樂的東西 譬如CD都賣的 它簡直是有一件事 就是你們美國的rapper 那些歌詞 不可以太過暴力 以配合我們Wallmark 親民一家親的形象 這樣變相其實是沒有選擇 因為最大的機構 是左右了很多小機構的 一些重要決定 到最後就是沒有工作 這個就是比較貼身 當這些機構 他們要繼續增大 滾大的波 去賺很多錢的時候 他們怎樣可以做到 成本很低 但是賺的錢最多 這個因為大機構 是有某一個名聲的 即它的名聲就是 他們的產品質素 不能太低 所以他們一整個 運作系統的剝削 當然是剝削工人 剝削工人 他們就一定要負上 某一種社會的道德責任 但是這些大機構 是很聰明的 就是我不是擁有這些產品的人 我是賣這些產品的人 我是將我這個產品的製作權 分去其他國家 但是其他國家 譬如好像香港那樣 香港又分去一些 第三世界國家那裡 設廠 用一個最低的工資 去請這些人 你請一些人去做它的產品 然後去到美國 用一個很高的價錢出售 譬如你做一雙波鞋 要20元而已 但可能你去到美國 要賣700多元 這個不單止影響到 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這個其實是對於本土的經濟 或者本土的就業率 都有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你本土 已經不需要工廠的時候 本土已經不需要再有這麼多工人 那你還有什麼產品要人製作 是沒有的 那你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就剩下一個行業 就是服務業 因為服務業是沒有任何產品要買的 那服務業的特色是什麼呢 香港都見的了 就是沒有一個員工福利 薪金是極之低 還有你是很不穩定的 於是呢 你就令到全世界的人 都在做一些很低身 不穩定的 養不到家的工作 他的整個論述是這樣的 不過我有些問題 就是關於剝削那裏 可能可以加 講得比較深入些 例如有個事例 好像是關於咖啡豆 是 是 其實剝削是 他可能會給一些 合適的工作時間 但問題在於 正如剛才所說 他會把他做出來的價錢 是完全放在你一個地方買 是完全不同了 令到那個人 本身可以 本身在那段時間 得到的金錢 是變相而言 就減少了 這就變成了一個 剝削問題 就是成餘價值 沒有了 應該是有了個性 不過我想說一下 會不會我們香港 都是面臨類似的問題 但其實本身 我們一早已經是 在這個問題裏面 我們不知道 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是這樣 我們有些甚麼 對策呢 因為當我們發覺到很多這些大企業 和這些東西 是直捲全世界 甚至乎我們 中國內地有很多地方 都被這個 有很多大企業 在那裏切創 但他們全部都好像是 另一方面 好像很近 但他們又 那個總部又 設置在一個很遠的 美國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 好像不關事 我們應該是怎樣 了解這個 處身的情況 其實在 合作中 都有說過 有甚麼方法 還可以抗爭這個系統 他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 好像甘地那種 叫做公民抗命的方式 就是說 譬如一些種稻米的農夫 這些大型企業 是直接不讓他們 收埋那些稻米的種子 因為怕他們自己 種了那些種子之後 就會自己可以賣自己去自給自速 而不需要再受到這個企業的滯爪 你看到在 合作中 亦都有一個 印度旅學者 亦都是一個 很活躍的社會運動分子 我也聽過 他就仿效了甘地 那時候對抗英國政府 收盐稅的方法 就是甘地就帶了幾十萬群眾 去了海邊那裏 就這樣 把海水上來煲盐 就拿回本來屬於他們的東西 這個整個運動 就令到英國政府收盐稅 來抵押人民 令到他們沒有可能 再有餘力去抗爭 整個失敗了 他又是用這個方法 在一些大型企業 拿了種子之後 他們就自己種自己賣 完全跟大型企業割裂 跟著當大型企業 聯同一些國家機器 政府想打壓的時候 他們就站出來 就得到一個國際的關注 別人又不敢動它 就所謂叫做有一個小勝利 這套戲的結尾 你未看那部份 其實Michael Moore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美國紀錄片導演 他說的一件事很有趣的 他說我自己都是拍這些紀錄片 就是罵這些大型企業 但是為什麼這些大型企業 會給我錢拍這些紀錄片呢 你想想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 好像很奇怪 因為這些大型企業 是貪心到一個程度 當他那條承索 即是一條固著頸的承索 在這裏勒緊它的時候 他都是想被人看到 從而看到變成一個show 從而令到他有更加多的收入 即是你認為 我大概理解他說什麼 即是他認為 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好像賺錢 是的 寧願他犧牲自己的皮肉 變相再多一個賺錢 是的 就是我們做一個這樣的show 去賺錢 但Michael Moore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這些小型的抗爭運動 慢慢大家連成一個力量 有朝一日可能 在這些大型企業 一覺不覺意的時候 就一下子就收緊 就勒斷他的頸 這就是Michael Moore提出 就是一個很有希望 很正面的方式去怎樣 對抗這些大型企業 全部都是由一個小運動做起 是的 但是會不會是 是怎樣 我意思是會不會是 其實是正正就是某些電影 或者某一種 有一種反抗性的聲音 即是坐大 會令到很多本身處於 某種辛苦環境的人 失去反抗的動力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某些人幫我已經發聲了 甚至乎他只是滿足於 可能一些 宣洩了他 可以這樣說 有些心理分析的概念 就是 當有些人處於一些比較 劣質的一個環境之下 他的心理條件就會 會製造一個所謂的環境 令到他可以舒適地 在那個比較舒適地繼續生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紀錄片本身 已經是令到那個環境 會繼續支撐下去 反而如果沒有了 這是一個假詞 反而如果沒有了那種紀錄片的話 會不會 即是被捕到他爆煲 即是被捕到他爆煲 我覺得這個紀錄片 當然你的情況有可能 即是好像 譬如英國六十年代 最保守的年代的時候 年青人虎毛出路 都是去很多派對 或者聽很多旁黑音樂 就發洩了那部戲 第二天就回去做工人 這些情況都有 但我覺得這個紀錄片 是比較正面的 即是我不覺得他會 令到大家發洩了就算 因為他是知識的人 因為他是知識的人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在講一個組織運動的重要性 他最後也是展示到 有一個女孩 是來自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去回美國 即是去回那個公司的源頭 講回自己的苦方出來 得到很多不同的關注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方法 是可以叫做有一個抗爭 達到成效 但譬如 Naomi Clan這個才女 她就說 我們其實是更加可以 看清楚這個品牌的形象 譬如她說可以多些 光顧一些公平貿易的公司 他們不會對農民去剝削 但我又對於這個看法 就反而很質疑 究竟公平貿易這些概念 其實它都是一個概念 其實這些運作方式 亦都是靠大公司去運作 這個本身可能是一個虛假形象 是的 這個和另一樣 就是有些自從06年 El哥拍了一套絕望真相之後 現在有很多叫做減排的公司 即是說他們不會再釋放大量二氧化碳 但最後的問題就是 一些所謂強調一路減排的公司 竟然到最後發現他們 是買一些小公司的 排氧化碳的項目回來 令到那些公司沒有生產 倒閉後 自己的公司擁有大量減排的配額 可以繼續去所謂污染環境 這個就是所謂相對環保 最後反而令到更不環保 其實這個相對公平 到最後會不會引來更不公平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我們去想 我反而想把類似的問題 或者現象放在香港上說 因為剛才我講的一個例子 其實大家都聽到都明白 就是香港有兩大超級市場 就是衛康和白街 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消息 就是他們會打壓其他的小商店 譬如會特意把價格調整 就是把貨源 可能跟貨源談好 就要一些小商戶的價錢 一定要高些 或者是怎樣 總之就是令到他永遠都可以有一個最低價 所以香港就有一班所謂的社運分子 就想了一個方法就是 拒絕去光顧兩大企業營的超市 轉而去光顧小商戶 那你認為是怎樣的這個方法 就是會不會可行呢 其實我有看過這些新聞 就是有些什麼小部屋賣可樂太便宜 令到超市就覺得不太不悅 就是我本來應該賺你那份賺不到 但有些人說法就是 其實這些小部屋本身都是一個企業形式運作 即是他們都是一個連鎖形式運作 我覺得最大的 如果你真的要有成效的方法 可能是直接向出口商買 即是直接不會有一個中介 但現在不是反企業營 其實我覺得都是要搞清楚 正如剛才所說的反資本主義的口號 就是究竟是他們不夠資本主義還是怎樣 因為其實真正的資本主義的邏輯要運行得到 他們是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怎樣可以令到整個關係 一個這樣的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可以再生產 首先你就要搞好那些被支配的勞動力的生活境況 但問題在於就是現在的邏輯已經玩爆了 已經是忽視了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下一集可以再講下另一套紀錄片 就叫做Walmart The High Cost For Low Price 這套紀錄片會講更多關於工人被剝削 或者脂肪怎樣用各種手段去打壓 不讓工人剝削的形象在各種媒體出現 或者我們留下集再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套形形三年作品 The Corporation 和美女所寫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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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Logo 今集的時間是這樣的 多謝大家收看